他還是在尋求想要知道 到底能不能復仇 突然間就聽到迷幻藥 他來找主公公租大地 要來暗示說 可能他是吃了迷幻藥 而被人引導跳樓 他一定有他的運氣在 11點35分的時候 寶傑哥在訪問其他的來賓 他在講這個案件 講到室內什麼痕跡 手掌印的這個 突然間就聽到迷幻藥 再隔了幾秒鐘 又來一次 又來一次 從來沒聽過的聲音 而且講得真的很大聲 案子都發生這麼久 怎麼會突然間 那我就連結到他來了 又在我要拿相機拍 關鍵時刻的畫面 電視畫面的時候 他給我看畫面 真的在一個房子裡面 有一個很大的落地窗 他就是鏡頭打懵 是霧的 搖晃的 他旁邊有一個 左手邊 左手邊這裡 有一個黑色的人靈 在跟他講話 他是真的是霧的 就像在那搖晃 那個落地窗的陽光很強 直覺說那就是他來找主公公突大地 要來暗示說可能他是吃了迷幻藥 而被人引導跳樓 持續這個畫面持續了至少有六七秒鐘 九號那一天會聽到這個聲音 之前都沒有 而且就在隔天 冰冰老師也出來講了 接著又是那個師姐去請黑令旗 應該是說 他在那個師姐還沒有去請黑令旗的時候 他自己應該也有去審願 或者是他的家人也幫他去跟其他的 他還是在尋求想要知道 到底能不能復仇 只是說這個時間 反正報應 報應一定會打 時間 公都大地在凌晨四點半的時候 有來指示 家屬跟律師還有高法醫 可以到某個宗教場所請求協助 這裡還是不方便講 因為因為是說先不說啦 為什麼會在那一天那一位師姐去請黑令旗 所以請到了主帥的旗子 不出門的旗子 當然主神 宜蘭的東月廟的東月大帝 他可能派他的最大的將軍 就跟著黑令旗去到現場 也不是說就是 一定要絕對幫賴小弟 他其實是到那個現場 林會現場去安撫他 或者是當場請賴小弟 來跟這個大將軍 來訴說一些案情 紀錄回來之後 東月大帝在審視說 到底我要不要 真的發出這一面黑令旗 給帶小弟 我覺得在劍士上有相當大的瑕疵 他的血液濃度的假離子會超標 本來就撤不出來 現場根本沒有封鎖 踩陣的太慢 左邊脖子這個大面積的插傷以及淤傷 這個我真的是書難想像 針對檢方不起訴的部分 我們對於這個結果表示遺憾 那我們針對不起訴部分 調查未完禁的部分 我們一定會申請在意 針對家屬提出的證據方法 檢方並沒有採納 因此我認為還是沒有辦法 完全說服家屬以及社會大眾 對於本案的看法 注射綠化甲這件事情 那我們有請教過高醫師 因為人體的血液大概是有3500cc左右 那其實綠化甲的致死量 其實沒有到這麼高 大概5至20cc左右就足以致死 其實血液濃度本來就不會測得出來說 他的血液濃度的假離子會超標 本來就撤不出來 覺得在劍士上有相當大的瑕疵 5月5號就是案發隔天下午5點 才到現場的欄杆去做生物激震的採驗 就是我之前跟各位報告 我說現場根本沒有封鎖採震的太慢 那大家試想喔 我們都已經是5月5號才去採震 然後現場所有的指紋都沒有留下 所有的腳印痕都沒有留下 就單單留下被害人賴小弟的指紋 那我想這樣子的採震的結果 要如何說服大眾 我想這個是非自有公論 有比如說像是這個勒警的部分喔 檢方現在還是認定說 他就是這個護警所造成的啦 那這個部分我當然也是尊重檢方的看法 不過因為我們這個消防隊的救護車的這個護警喔 是全國統一的標準 那我自己有去找這個消防隊 然後我有去現場做實地測試 這個就是當時所使用的護警 那這個護警您可以看到 就是說我的一隻手都還伸的進去 那這個是拉到最緊的狀態喔 那以我身高185公分的這個身材來講的話 我的脖子的粗度一定是比賴小弟還要粗的 我都還可以一隻手伸的進去 我真的疏難想像說 在這樣子的護警喔 要怎麼樣造成賴小弟 左邊脖子這個大面積的擦傷以及鬱傷 這個我真的是疏難想像啦 大家都非常關注了針孔的部分 大家如果有看這個投影片上面的監視器截圖的話 其實是根本沒有看到說 他們到底是在哪一隻手打針的 因為剛好那個畫面的角度喔 剛好有護理師剛好遮住那個角度啦 那講官願意開示全部的筆錄的話 應該會發現說 其實護理師他當時講的 並不是說右手的針孔是他們打的 他講的應該是右手的針孔是誰打的 他也不是很確定 只要是願意拿出證據說服我們 其實我們都願意接受 這個5月4號他們跑去登記結婚 當天是非常壞的日子 就是月破大號 最為不極之凶神 一天出病 這天要火化 要龐島 要記住人骨塔 這鋼茶兩鋼朵都駕取 但你偏偏不要 就要到這一天 高大臣也吞不下去了 我就覺得 我不相信啦 洗完澡你要穿衣服要擦乾 然後才後來發現說 原來怎麼都要樓下去了以後 然後還不搭電梯 還爬樓梯 然後11點9分已經站在這裡 最後只有短短7分鐘 我剛剛所講的所有事情都要做到 回到法律的這樣的工房來講 只要法院認為說 你就是刑事完備啊 而且重要的是 賴性高中生他是有到護震 雖然他到了護震 他有點扭扭捏捏 有點害羞 他是在旁邊 所以當初登記的就是說 你是要跟誰 他不知道跟誰結婚 對 這個部分 可是呢你就要看嗆時嗆時 你到了地方法院之後呢 所以說 我們講什麼 通常兩個要結婚就高高興 兩個牽著手 然後就坐在這個椅子上 然後就跟他談 然後兩個證人在旁邊 就開始在作證 結果不是 那個賴性高中一直躲在旁邊 還以為說賴性高中是證人 對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這個部分有沒有問題 檢察官恐怕覺得有問題 我們也覺得 有人這樣結婚嗎 有人這樣結婚了嗎 這都是我們跟常理完全不符合 可是呢 回到法院上的工房 只要他運氣好 有一個比較支持的法官 那這個案子就過囉 過了之後啊 他就可以快速去處分這些土地跟社產 對 而且他們家專業 對 以他們家的專業 我相信可以在一瞬間 把這30筆化整為零 都是好的地段 你帶地的監商要不要 北部的監商也會有勘過 所以一瞬間的話 恐怕可以把這些東西處理掉 好 今天講的 高大臣一開始講 我不要再講了 然後結果 每次看到那個結果 還忍不住 忍不住他講 他現在去計算 我都沒有注意到 計算那個洗澡的時間 也真的太奇怪了吧 好 保證哥高大臣 因為他提出了很多 他是專業的法醫 他已經看過那麼多的 這個包含兇殺案 或是刑事案件 他有他的看法 但他現在被圍攻 說你講的都不對 因為現在看起來 風向一把 好像已經要不起訴了 根本就是排除他殺 所以我們高大臣 外行人講內行話 還是內行人講外行話 這種事情 說了高大臣 他還是生氣了 雖然他說不說 但是他還是說了 他舉出了兩個疑點 保證哥我先講第一個 你有可能說在洗澡的時候 他是不是趁洗澡的時候 如果照相講 他自己親身 那我在洗澡 我到後來洗澡出來 他都不知道對不對 洗完澡 你要不要把身體擦一擦 要啊 換了衣服嘛 本來是穿這一件 然後他洗澡 後來變這一件對不對 好你要不要換換衣服 你要不要吹吹頭髮 你要不要擦乾身體 然後左看右看以後 怎麼都找不到人了以後 然後最後才發現他在樓下 然後呢 他還沒有坐電梯 他是爬樓梯下去 好那保證哥 現在檢調所查的 我們要注重檢調調查 檢調所查是 這個賴男他的這個五億年輕人 他所墜樓時間是11點02分 然後我剛剛講這件事情 你墜樓的時候 你的配偶應該在洗澡 洗完澡你要穿衣服要擦乾 然後才後來發現說 怎麼掉樓下去了以後 然後還不搭電梯 還爬樓梯 然後11點09分已經站在這裡 最後只有短短7分鐘 我剛剛所講的 所有事情都要做到 高大臣也吞不下去了 我就覺得 我不相信啦 怎麼可能 你洗澡總要擦澡吧 你洗澡總要吹個頭髮吧 你洗澡總要做一個整理吧 你總要穿個衣服吧 結果 他是超人耶 其實如果照這樣講 我覺得高大臣這個部分 他講的其實 比較符合我們一般的常識 因為當你已經洗完澡出來的時候 你要去做很多洗澡之後的 脆脆脫髮什麼 你不會立刻發現 你的那個人已經不在了 而且發現他不在的時候 你不會立刻判斷他跳樓啊 不在是不是 可能打打他手機 是跑去買飲料 怎麼會就知道他已經在樓下了 然後你發現他跳樓之後 你怎麼還走樓梯呢 你一定要搭電梯嘛 所以他光是這個短短的7分鐘 高大臣就覺得不可能 他認為這個時間太短了 對好 這是高大臣所提出的疑點 我們就跟大家講說 雖然他不再講這個案情的部分 用他法律的專業 但是他認為 光是以移動速度 這個叫柯南來看他會覺得有問題 那個時間你要測試一下 還有 現在有很多人在講 你從樓上掉下來 先放到二樓的那個 旁邊那個烏凸 他身上的那個傷痕刮痕是不是一樣 那檢調有沒有試過 最不合理的地方就是 你再怎麼樣 你要結婚總要看一下農民歷 但有人想說我不覺得去看農民歷 OK 如果這個家庭 這個下家跟這個 就是賴家都不看到就算了 可是寶教你要知道 我剛剛已經跟大家講了 這個5月4號 他們跑去登記結婚 9點登記結婚 11點就發生漢事對不對 當天是非常壞的日子 就是月破大號 最為不凶 不不吉之凶神 那你要知道 一般我們要看 有沒有移嫁取 你要急說 除非你要把房子弄壞掉 除非你要去看病 對啊 儀式少取 今天好事情不能做 所以你就知道了 這邊已經給你寫個月破大號 寫個季了 然後呢 你今天要嫁取 因為這天登記結婚對不對 你又找不到嫁取 你還要去 然後再說 我們現在戶贈事務所 上班是1到5 你今天結婚 你說這天去好了 他會跟你講 我登記要的日子 結婚日子 你把我訂在禮拜六 為什麼 你就去看一下嘛 禮拜六我直接對給大家看 保健哥 禮拜六就是一嫁取啊 差兩天而已 這天出病 這天要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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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偏偏不要 就要到這一天 這些東西都不符合 我們台灣的風土民情 董事長 在台灣有很多的 商業期待 我們節目最愛做 商業期待 可是這個節目 這個題目 是我看過台灣這幾年來 最玄奇的故事 我覺得我曾經 我在這個台灣土地開發公司 服務的時候 在台開過 負責台中市 台中市的工業區開發 我本人開發的這個土地面積 大概將近快要 這個兩百 大概兩百公頃左右 開發過兩百公頃 對 因為台中市的工業區 全部是台開開發的 總計加起來超過一千公頃 對吧 所以主要我們是主要開發商 所以我們對台中市的這個土地行情 它發展的那個趨勢 最近二三十年來 我們是來講很清楚 所以台中市是台灣 最近幾年人口 就成長的一個都市 對 而產業也成長的一個都市 而且從這胡思想手上開始 他這個土地開發 都創造了不少的千億富翁 一點都不誇張 千億 千億富翁 這個大家都低調了 有些知名人士 難怪台中的消費能力這麼強 對 都土地開發 因為它整個新的開發區非常好 因為它台中七線市 附近都到台中來買地 以及還有很多人到 台北人到台中去買地 去買房子 而且房子蓋得很好 大概這個背景你先了解一下 那這個案子 我聽了已經快一個月了 我非常安靜地聽你們談 結婚兩天 然後你的這個 兩小時 結婚兩小時 然後你取得了百億的土地 配偶就丟掉老命了 這個太多詭異不合理的事情了 在台灣的民間風俗 不太可能被接受 第三個 她的母親也不可能放過她 一定有很多各方面的正義之事 正義之事 都不會漏了 不然 如果連黑令旗都出來了 那有很多力量就會出來了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那個所謂的那些 所謂的民間習俗 或是這個神鬼之說 不曉得 但是很簡單一個事情 錢不漏白 那錢不漏白 尤其你這個來源得知 那麼如此輕鬆 簡單的取得了報復 這爆發戶很少有好的下場 所以這個事情我認為 沒那麼簡單